這個部分,然後我已經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放在那個List View的這個 上面 多一個 就是List View 應該改個List View 5好了還是怎麼樣 CSV好了 我是從那個也是從樣板 從那個List View 1改過來的 多一個CSV OK 裡面的話,我有把今天的程式碼整理出來 裡面的話,基本上也是MVC 最後會多一個權限 基本上完成畫面就長這樣了 反正很簡單 我的東西是在哪裡?在雲端上 所以 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還不太會使用那個雲端硬碟的試算表 這個可能要熟悉一下 然後可以把資料放上去 如果你未來只是單單只是 讀取的需求 其實我覺得放這裡 真的還蠻方便的 為什麼?因為 像這個試算表 你除了可以在這邊去 就是說呢,直接從我們的電腦裡面去 存取之外 有沒有 那你也可以在手機上面 因為我也登錄了同樣的帳號 也一樣可以打開這一個檔案 可以直接在手機上面去做編輯 存檔之後呢 手機再讀取 就會是 就是你更改之後的結果 所以基本上 它很多地方跟 一個資料庫的使用上面 其實沒有太大的差異 而且甚至你不說你後面是什麼東西 也不會有人知道你後面到底是 反正就是一個資料來源 這個資料來源到底從哪邊來 其實說真的 一般users也不會太去care這技術的問題 那當然如果說你把它放在雲端 真的方便的還蠻多的 而且最重要是完全免費 而且會不會到時候Google聽到之後 它就來這個給你收費 OK 然後呢 第二個就是說它其實很便利 只要你要知道就是如何發佈到網路 發佈的時候呢 記得就是 這個工作表裡面 發佈成csv 它就會幫你產生一個 連結了 OK 大概是這樣 第一個 資料來源 所以本來我們的資料來源 也許是放在那個stream array裡面 對不對 就是自串陣列 但是我把它搬到雲端上 那 編輯的權限其實就 你可以再去設定給其他人 所以共用 我早上有講過 那這個部分的話 自己再把它編輯一下 那 另外就是說呢 相關的那個 部分的請參考這個連結 就是我們在Java課程裡面 特別有講過 Java去下載csv的會員系統 有這些啦 所以大概把這些 了解一下 然後呢 裡面的話呢 大概我們v的部分就是 資料知道 那這個連結是 我的雲端硬碟 所發佈出來 然後你可以先占用 那將來你也可以把它改一下 也許不一定是會員系統 你可以改成其他東西 那v的話呢 其實 界面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 其實是從那個 List View 1裡面改的啦 所以裡面大概就是一個會員系統 一個Test View 底下的話是一個List View 沒有太特別的東西 那只是說將來你要不要去更改 顏色啦 更改什麼 那個格式部分自己再去加上去 那個是錦上添花的 好 再來的話呢 底下這個部分 沒有問題 v的部分 再來的話 比較會有問題的就是 引用那個 Apache的這個 http code 這個函式庫 OK 那 這個函式庫怎麼引用 我有把它怎樣 細節的步驟 用那個圖解 File裡面的 這什麼呢 project structure 進來之後 找到App 再去找到這個 再去輸入 http code 再去搜尋 出來就這個 我應該看這個圖就知道了 OK 我有時候自己忘記的時候 我也看那個圖就知道了 OK 所以很多地方我都自己圖解一下 就不用太特別去記 好 所以這個很重要 你如果沒有把它下載這個 你就沒有辦法使用 尤其是這兩個 有沒有 ORG這個 Apache的 這兩個 http開頭 就是一個叫by the ray buffer 一個是encoding utiles 這兩個東西 那我們其實這前面都講過了 所以 應該不會太陌生 只是說呢 你會發現 這個 我們這個專案 等於是 把 java 跟 android 有沒有 合體的 也就把二合一的 那你會發現 老杰人 你就也是 站在 java的基礎之上來發展的 其實簡單講講 他其實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 往上發展 這樣子對他來說 真的 有 非常大的幫助 其實說真的 java已經發展了幾十年了 他的資源太多了 工程師也太多了 網路上抓一大把 隨便抓睡派對的東西一堆 所以他可以在 他有點像什麼 直接接收的感覺 就是 看到已經差不多可以收割了 整個 全部都已經 已經 種滿了果實 他就直接來 有沒有 他只是在上面架了什麼 架了一些 VG 架了一個 Landialog bundle acuity 我這邊有加了一個 OS的 Street mode 主要是 自動 他這個應該是 自動的幫你去調配 那個執行序 因為他新的版本 4.22之後呢 他就一定要有 V7之後 一定要求多執行序 那你要不就是 自己去寫執行序 可是自己寫執行序 對很多人來說 是很困難的 那乾脆怎樣 讓你自動去調配好了 所以我就用他 我也不知道怎麼找的 反正 找到哪邊 終於找到了 哇 光找這個東西 真的是花我太多時間 不過後來 終於找到了 因為 舊的版本不需要 做這件事情 但是新的版本需要 他裡面加在哪裡 他裡面 主要就是 比較特殊的啦 宣告我想沒有太特殊 宣告部分的話 我多了 宣告了一個 Arelix 但是目前 A 指的就是 只有 我把 好像六藍 還有五藍嘛 把這些全部都併在一起 我沒有做太特別的 A到 總共五藍有沒有 那我就怎樣 全部都把它放在一起 把它放在一藍 就是A 那未來如果說各位 自己要改變的話 可以再加 B再加 再到 E 可以把它分開來 可以把它切 切開來 那或者你把它 放下來之後 你還可以用Sprits 有沒有 自己再去切嘛 所以像我們未來不是整列全部顯示 對不對 如果你只要顯示 編號跟姓名的話 那你可以用Sprits 之後 把它0跟1留下來 後面的不要顯示 對不對 可以呀 自己改一下就好了 這個好像在Java課程裡面都有特別特別提到 String裡面有個Sprits 好不好 切割開來就好了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東西全部都放在哪裡呢 通通都放在那個 我們的這個 release裡面 然後呢 最後會有個 URL data 是從網路上撈資料 那特別注意 多子情緒這個自動化這部分 我是把它寫在這裡 這個其實將來 你可以把它拿來當範本 裡面至於有哪些詳細細節 有興趣的同學 自己再去查一下那個Google API 裡面 就是都會有相關說明 OK 然後 這個部分這邊有註解 以下為多子情緒 其實要加個自動化 就可以順利連結網路了 如果你把這些拿掉 你可以試試看 就不會連到網路 它會直接crash掉 就結束 因為它不允許 你連上網路的時候 不產生執情緒 OK 但是舊版可以 那底下這個部分都一樣 連結一個list view 然後連到網 這個1、2、3、4 我想 前面都講過 所以我們 就連到 抓到資料了 這個應該不陌生吧 就丟給這個URL data 這一行其實可以拿掉 沒有把它 這個應該是 把System 把它輸出 然後呢 再去切 切割所需要的資料 我用paster paster裡面的話 就底下這些 其實就是頭尾頭尾 頭尾頭尾切 切出來一段一段 然後最後的話呢 把它塞到哪裡呢 塞到這個 A 的arraylist裡面 add 把它塞進來 當然未來 如果你有 ABCDE 五欄的話 你可以自己再看 怎麼切吧 OK 也許是可以分欄 或者是說 用splits幫忙 再切 切完之後的話 丟回來的東西呢 那就是分欄之後的結果 那我就怎麼樣呢 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 有沒有發現 adapter裡面 這個是array adapter 有沒有 array adapter 那我們不能用 create from resource 因為它不是在resource 裡面 而是在 一個array list 那你可以把它當成什麼 之前是放一個 正列 那現在的話呢 就是 放一個array list 其實放正列 跟array都可以 那我們就把它放進來 那一樣是mvc啦 反正這些東西 前面講過 adapter OK 那就完成了 所以把它執行起來 看到就像這樣 那最後呢 多一個什麼東西呢 多一個就是 當我點擊它的時候 這邊 把它切過來 這邊 那再來就是 顯示出來之後呢 當我點擊其中一筆 它要能夠把這一筆資料 帶到 alern dialog 那裡面實際上 這個也都講過了 就是 當建立一個什麼呢 建立一個 on item click的一個listener 然後呢 做什麼呢 去 把它現在點擊的資料 透過一個什麼 get item at position 去把它抓過來 這個是第幾筆 就是哪一個 那個index 然後呢 先放在一個stream裡面 select裡面 然後呢 我new一個 alern dialog 這個是 匿名物件的 寫法 有沒有 就是前面沒有 物件名稱 然後呢 我就 set title 就是這個 set message 就是 我們抓到了這個東西 然後 增加一個按鈕 其實裡面不做什麼事 反正按確定呢 它就關閉而已啦 就是把alern dialog 關閉而已 然後最後呢 就把它秀出來 ok 那如果當我按確定之後 它就關起來了 要換下一個 有沒有 那所以其實 這個還可以再變更一下 而且你這個底下 可以不需要詳細的 你可以就是 比如說放什麼 會員的編號跟它的姓名 當我點擊它的時候呢 跳詳細資料 類似有這樣的設計方法 有沒有 那這個地方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嘛 反正 你會發現 網頁很多都是這樣在設計的 先跳一個 就是 summary 清單 點擊某一筆 詳細資料 再跳出來 所以其實 可以 試試看 有時間的同學呢 或許可以 把之前的像股市資料 像那個外匯資料 拿來改 其實道理都一樣 有沒有 這裡 大概就是只是怎麼樣 把它放到我們的 這個什麼呢 Android裡面 只是好像感覺 借了一個殼不一樣 裡面的東西 基本上 都一模一樣 最後記得 還有一個manifest這邊 所以我早上 一直卡 卡很久的卡這裡 OK 那 所以剛剛才講到manifest 恍然大悟 所以如果說我應該 其實我應該要怎樣 如果自己已經整理好了 整理好這個 這個部分的話 那我其實我看這個 我應該就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所以其實 前面 每一個 章節的 每一個範例 我都有幫各位整理 應該非常清楚的 東西啦 OK 所以如果說你 你也有發生問題啦 其實都可以有可以參考 未來如果說你可能做到 某部分的東西 你忘了怎麼做 你還是可以回頭來參考 其實都很多地方都相通的 參考一下就好了嘛 因為其實說真的 城市 實在是太多了 你的腦袋 千萬不要把這個東西 裝在你的腦袋裡面 你如果把這些東西 裝在腦袋裡面 你真的會太累了 太沉重了 這東西太多了 所以我寧可 把這些東西 放在一個比較好找的地方 這是我的習慣 後來我建議這個習慣之後 我發現 我寫程式變得好輕鬆 不然我以前 每天都壓力好大 因為我很擔心 我有些地方忘記了 我程式就寫不出來了 可是後來用了這個方法之後 我發現好像寫程式 其實可以是非常輕鬆的 OK 所以這裡的話 提供給參考 畫面先還給各位 就是補充那個 早上特別講到的 就是說 如何把那個 會員系統 這個部分是 取用那個 就是 就是我們的雲端硬碟裡面的 就是Google的試算表 所以未來 如果你要把Google試算表的東西 放到你的手機裡面顯示 基本上 其實應該算是還蠻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未來也許你可以再改 改什麼 改那個台營外匯那部分 台營外匯 那也許你也可以怎麼樣 做一個list 點擊它的時候 把它的詳細的內容 調用出來 那如果說股市的話 因為股市的類別 至少好像有34種類別 那所以這個時候 你也許可以再加一個spinner 給它一個大類別的下拉欽 就是 大類別點下去 然後呢 再小類別 小類別點進去 再點擊這些詳細的 那一檔股票的目前的交易情形 那這樣的話 其實 我想 這部分可以做出很多的變化 而且其實基本上是還蠻實用的啦 那也就是未來 所有的公司 只要它本身有網站的話 都可以把它慢慢改成 一個 就是切割啦 也許你不見得說全部 比如說某部分的功能 你可以把它獨立出來 然後呢 這個app主要的作用 就是說 去跟 網 網路上面的資料同步 那這樣的話以後 很多user 他就不需要說 一定要在電腦前面 才能看到某些資料 隨時可以跟網路同步嘛 手機拿出來 按下去 他就可以看到了 那因為呢 網頁的特性 跟手機app的特性 完全是不一樣的 你不要 就把 最最差的界面就是 把 原來網頁的界面 通通都搬到手機裡面 你會發現 哇那怎麼得了 網頁上面的東西 全部放在這裡 所以 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分項目嘛 像我們可以 利用我們之前學的 像Spinner 或者List View 或者Alain Dialog 當然 也許 這幾個 原件如果沒有辦法滿足你 你可以再找找看 有些 第三方的原件 當然一定會做得更好 而且更簡單 只是那可能有的時候 第一個可能要花一點錢 第二個可能你還要在測試 它的相容性問題 不保證說這東西第三方 不用錢的一定會有 會有很多的風險 但是要錢的話呢 可能就是你要去負擔這個費用 如果說你要用它基本的東西啦 反正至少我想在一般性的需求 至少是 還夠用啦 OK 那我是建議啦 你們可以多花一點時間 找那個 像台北市政府的開放資料 有沒有 有沒有 你就是 做一些service嘛 然後呢 反正自己有 派得上用場的 你就做做看 然後最可 最好的方案就是 想想看有沒有辦法 可以讓你的app可以上架啦 如果play商 play商店上面如果有的話 我覺得啦 這個是最直接的證明啦 你不要說你要用什麼方式證明 你到底會不會 對不對 有的時候呢 人家問你問題的時候 你就是直接給他看結果就好了 就是看說你做了什麼事情 可能不會有人問你說你到底 會還是不會啦 OK 這個證明喔 我覺得